多年前,一个名叫萨姆的贫困男子在绝望中寻求当地兽医的帮助,希望能拯救他的忠实伙伴拉斯提。 不幸的是,安德森医生冷漠地拒绝了他,使萨姆心碎不已,感到彻底无助。 安德森医生没有想到,他的拒绝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他的生活中。 当安德森医生看着眼前的场景时,他无法摆脱对过去行为的遗憾,离开受医诊所时,他被眼前的画面震惊了。 在他结束值班后,远处传来呼喊他的名字,他转身一看,发现萨姆和拉斯提站在那里。 状态显然很好,拉斯提对安德森医生发出了尖锐的吠叫,而萨姆则带着愤怒和失望走向他。 你还记得我们吗? 萨姆的话深深刺痛了安德森医生,他一直无法忘记第一次遇到萨姆和拉斯提的那一天。 那个场景在他脑海中不断重演,与安德森医生不同,萨姆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是改变他一生的关键时刻。 那段记忆对萨姆来说依然清晰,他的狗在经历了一夜的暴雨后,突然病重,无处可去。 萨姆绝望地寻求街上的陌生人帮助。 萨姆当一切看似无望时,他赶往最近的兽医诊所,明知道自己支付不起这些服务,尽管没有足够的资金。 萨姆还是祈祷他们能忽略这一点,救治拉斯提,失去他心爱的伙伴的恐惧令他难以忍受。 萨姆抱着拉斯提走进诊所时,被旁观者的目光所压倒,他的声音颤抖。 眼中泪水涌出,我,我需要帮助。 萨姆结结巴巴地说,绝望地将拉斯提放在柜台上,希望得到帮助。 请,你能帮帮我的狗吗? 站在柜台后的那个人正是安德森医生,这位以专业知识而闻名的资深兽医。 他刚刚从手术室出来,快速浏览了当天的预约记录。 他的目光落在了萨姆和他虚弱的狗身上,冷冷地问,你有预约吗? 萨姆脸上泪水滑落,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病得很重,他恳求道,安德森医生看了一眼那只虚弱的狗,叹了口气。 对不起,但安德森医生回答道,我们今天的预约已满,我无法帮你。 说完他转身去接待下一位病人。 萨姆感到彻底失败,他抱着拉斯提,感到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坐在人行道上,紧紧抱着拉斯提,感受到一种压倒性的无助感。 当萨姆在那里垂头丧气地坐着时,接对面的一扇门突然打开了。 一个年轻的女孩注意到萨姆的困境,急忙跑过来。 萨姆是一名兽医实习生,虽然无法像安德森医生那样提供帮助,但他的同情心无比深厚,他们开始一起照顾拉斯提。 慢慢地,拉斯提的健康每天都有所改善,萨姆每天都会带着拉斯提去女孩的住处,让他施展他的医术。 萨姆对安德森医生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挫败感。 他发誓要确保这位兽医医生都后悔当初不治疗拉斯提的决定。 有一天,当萨姆在女孩的客厅里思索如何报复时,拉斯提的顽皮行为打断了他的思绪,看到拉斯提的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他感到非常欣慰,惊呼道,哦,我的天哪,他看起来比以前还要好。 萨姆心怀感激,转向女孩询问如何报答他的好意。 女孩摇摇头,柔声说道,你不用做任何事,只需答应我。 如果拉斯提再次生病,请直接找我。 萨姆诚恳地点了点头,目光不经意地扫向了窗外,再次看见了那家兽医诊所。 刚才的幸福和欣慰迅速转变为新一轮的挫败感和愤怒。 安德森医生为什么在拉斯提明显需要帮助时却拒绝了呢? 萨姆决心让这位兽医后悔他的决定,开始思考实现自己目标的方法。 现在,每个早晨对萨姆来说都有了新的意义,使他以重新焕发的决心醒来。 最令人兴奋的是,这使他有机会去拜访海莉的家。 由于缺乏个人资源,比如计算机,他决定向海莉倾诉他的计划,起初感到困惑的海莉,逐渐理解了推动萨姆计划的热情。 日子一天天流逝,海莉和萨姆深入探究安德森医生神秘的过去。 他们的探寻,带他们穿越了旧城镇图书馆的长廊,在褪色的照片中发现了年轻的安德森医生,他灿烂的笑容与一只被救助的狗并排而立。 那篇文章追溯到多年前,记录了安德森医生在动物收容所的志愿工作,以及他对严重受伤动物的无私救治。 他曾是一位当地的英雄,海莉轻声呢喃,他的手指在文章中划过,他是如何从这位英雄转变到现在这样的人呢? 萨姆也在沉思中,思索着安德森医生无私的过去与他最近的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 咖啡馆的氛围让海莉回忆起了他实习初期的日子,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刚从学校毕业时的热情,对知识的渴望。 那时,安德森医生的诊所对像他这样的新手来说是完美的学习环境。 彼时,安德森医生在他的职业生涯巅峰,因其同情心和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而闻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海莉逐渐察觉到安德森医生的变化。 曾经那位亲切的导师,曾花时间培养他的才华,如今似乎变得陌生和沉默。 一个冬天的早晨,一位焦虑的宠物主人抱着一只遭受冻伤的猫来到诊所。 海莉期待安德森医生能立即介入,却只看到他漠不关心地瞟了一眼,冷漠地喃喃自语道,这只不过是一只猫。 对她的冷漠感到震惊的海莉主动承担起了责任,确保猫咪得到了必要的护理。 在一个宁静的傍晚,海莉做出了一个深刻的决定,曾经是她学习的圣地的诊所,如今开始让她感到窒息。 她递上了瓷城,注意到安德森医生的目光空洞,没有感激之情或任何确认的表情。 回到现在,海莉与萨姆对视,她说道,我离开是因为无法忍受看到她变成那样。 但现在了解了所有情况后,我们需要帮助她。 萨姆,她深吸一口气,坚定地说,她曾是一位出色的兽医, 也许,也许有办法让她恢复。 海莉思索道,社区动员可能成为改变的强大力量。 萨姆点头,表示赞同,认识到动员大家,包括他们的朋友, 邻居甚至安德森医生的前客户,具有巨大的潜力。 海莉和萨姆的构想是重新点燃社区中的团结和支持精神。 对他们来说,这种集体努力可以成为催化剂,一盏希望的明灯。 他们相信,通过团结社区,他们可以带来转变,治愈和团结。 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安德森医生的名字,但镇上开始出现海报, 暗示即将举行一个盛大的活动。 虽然海报中没有明确提到安德森医生, 但了解背景的人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潜在信息,活动的承诺是明确的。 承诺转变,治愈和社区支持,海莉负责协调志愿者, 萨姆则与当地商家合作,争取赞助。 随着他们努力的势头逐渐增强,这不再仅仅是为了安德森医生, 每一天的推进都进一步巩固了他们活动的基础, 增强了他们对安德森医生复苏的希望。 镇上的人们依然充满活力, 面包师傅乐意为活动提供糕点, 工艺品店慷慨地捐赠材料。 萨姆站上了临时搭建的舞台, 声音中充满了感情, 当他向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时, 他的话语触动了每一个人。 现场迅速陷入了一片肃静, 许多人脸上闪烁着泪光, 表明拉斯提不仅仅是萨姆的狗, 它是镇上大家喜爱的吉祥物。 萨姆动情地叙述之后, 一股强烈的团结感席卷了整个社区, 人们纷纷走上前来, 向海莉和萨姆提供帮助, 同时也分享了自己关于安德森医生过去扇行的故事。 本地广播电台承诺将报道这一事件, 学校的孩子们热情地开始制作横幅, 最初只是一个神秘的计划, 如今正在逐渐发展成为一盏希望的明灯。 海莉对每一个细节进行细致入微的审查, 确保音响系统和座位安排都无可挑剔。 与此同时, 萨姆与志愿者们协调, 认真确保每个人都理解自己在活动成功中的关键角色。 打破沉寂, 萨姆从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信封, 默默地将它放在诊所的柜台上, 这是给你的。 萨姆语气稳重, 却充满感情地说, 手指微微颤抖。 当信封被打开时, 每一张划出来的照片仿佛都带着过去的片段, 照片中有年轻的安德森医生, 他脸上洋溢着光彩, 正在照顾一只受伤的鸟, 另一张照片则捕捉到他与一群志愿者 开心地笑在一起。 这些照片见证了一个时间线, 展现了一个对动物充满坚定热情的人的旅程, 安德森医生, 他几乎是低声呢喃, 声音哽咽, 你为什么给我这些? 他声音颤抖, 为了提醒你, 萨姆温柔地开始说, 提醒你曾经的自己, 提醒你曾经触动过的生命, 这个阵子还记得你, 在诊所里, 安德森医生的双手颤抖着, 小心翼翼地放下萨姆带来的照片, 外面, 人群的声音渐渐变得更为嘈杂, 聚集的人影在诊所的霜洞, 窗户上投下了舞动的阴影, 手工制作的标语牌闪现出对萨姆, 拉斯提以及所有受安德森医生照料过的动物的坚定支持, 站在临时搭建的平台上, 海莉深吸一口气, 说道, 我曾在安德森医生手下工作, 她开始说话, 声音坚定却充满感情, 我看到一个极其专注的男人, 但同时也看到一个迷失方向的人, 她的意识描绘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画面, 对比了所学的教训和破灭的希望, 安德森博士的目光通过窗户紧紧锁定在海莉身上, 每一个字, 每一个故事都在削弱她的情感防线, 但安德森博士的复兴并没有止步于此, 认识到培养年轻心灵的潜力, 安德森博士提出了另一个倡议, 我将为年轻有知的兽医提供指导, 她宣告道, 眼中充满了热情, 她的意图十分明确, 就是传授她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 确保下一代能够充分准备, 在这些变革的过程中, 海莉和安德森博士找到了共同的力, 她们之前的分歧和误解在诊所焕发的新目标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曾经阴郁的诊所氛围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 走廊里充满了笑声, 谈话和动物的嬉闹声, 客户们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开, 对宠物所接受的卓越护理感到非常满意, 显而易见, 一个充满无限同情, 成长和坚定希望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最终,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一位兽医重新发现自己热情的故事, 她还见证了同情心, 耐心和第二次机会的变革力量, 最后, 信息清晰地传达出来, 爱, 理解和毅力具有修复破碎道路, 扑就更加光明和富有同情新的未来的深刻能力, 以上是今天的第一个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接下来, 让我们欣赏另外一个故事, 通勤者通常习惯了与他们一同通勤的人的面孔, 但在这个案例中, 其中一个有四条腿, 一条蓬松的尾巴和一身橙色的毛发, 当人们了解到这只猫为什么每天都单独乘坐公交车时, 他们被她的聪明才智和令人心碎的原因所打动, 故事从道琦跳下公交车开始, 那天, 金氏夫人不小心在清理前门时把门打开了, 道琦, 她的橙色猫从来没有觉得有逃跑的必要, 猛地冲出了门, 金氏夫人立刻慌了, 抓住了她的猫, 避免她受伤, 然而, 如果你曾经养过猫, 你会知道抓住像道琦这样意志坚定的猫有多么困难, 金氏夫人拼命在街上追赶, 很快意识到她的速度太快了, 她这个可怜的女人整天在家里担心她的猫, 她从未是一个喜欢户外的猫, 尽管她允许她探索周围环境, 这个家庭之前养过很多猫, 她们知道猫咪获得心理刺激和满足是多么重要, 那天下午, 当她的丈夫回到家时, 金氏夫人解释了发生的事情, 她对猫咪的突然逃跑, 也感到震惊, 因为她以为猫咪在家里很快乐, 他们一起联系了邻居寻求帮助, 询问是否有人看到过道琦, 但无济于事, 看来他们可爱的虎斑猫就这样跑掉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很担心, 因为道琦已经十多岁了, 而其他户外猫或流浪猫很容易伤害到她, 道琦绝不是一个斗士, 她唯一会自我防卫的方式就是对着吸尘器大声叫, 经过几个小时焦急等待好消息, 金氏夫妇听到了门口传来的抓闹声, 就在几秒钟后, 他们听到了他们心爱的猫咪那熟悉的叫声, 金氏夫人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 查看到其是否真的回来了, 那只失踪的猫坐在门廊上, 脸上带着不满的表情, 外面正在倾盆大雨, 他们知道这只橙色猫讨厌淋雨, 金氏夫人一看到她, 立刻解锁门, 把她抱起来紧紧拥抱, 尽管没有得到解释, 大家还是很高兴道琦回家了, 他们很乐意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 第二天, 大家密切关注道琦, 确保她不会再跑掉, 尽管得到了额外的关注, 但这并没有阻止她, 果然, 在中午前几分钟, 她让大家惊讶地再次找到逃离家的办法, 但是她要去哪里, 她是怎么在城市里活动的, 她的家人很快就会发现, 艾米, 梅尼娜和她的哥哥是第一个发现到其藏身之处的人, 他们每天都乘公交车, 从多塞特到扎莫斯上学, 第一次他们注意到道琦在公交车上时, 他们立刻被她吸引住了, 每次看到道琦, 他们都感到非常喜爱, 公交车在布里克港停下来接乘客, 道琦安静地走了进去, 礼貌地坐在人群中, 艾米和这只十岁的猫很快成了好朋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发现这只猫就像她和她哥哥一样, 已经成为了公交车上的常客, 不久, 许多乘客也习惯了在公交车上看到她, 像艾米一样和她交了朋友, 道琦得到了很多零食, 甚至赢得了司机的心, 尽管她没有票, 司机和其他乘客有时会给她带来罐头猫粮, 向她表达他们的爱, 与此同时, 金氏夫妇担心他们的猫在他们离开时会做些什么, 他们发现无法阻止道琦逃离家中, 于是决定给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这对夫妇了解到, 一些猫出现这种行为的原因是, 他们变老了, 需要自己去探索, 一天, 家人收到女儿艾米的电话, 她的童年朋友看到了一只很像道琦的猫, 令人惊讶的是, 她出现在距离他们家十几公里的扎莫斯公交车的最后一站, 没有人知道道琦为什么总是乘坐同一辆公交车, 或者她在扎莫斯下车后去哪里, 如果家人知道她跳公交车的习惯, 他们会立刻认出目的地, 然而, 他们仍然需要了解她对公共交通的新发现, 最终, 金氏夫妇决定跟踪道琦, 他们对第二天发现的情况感到震惊, 和往常一样, 道琦在早餐后做了个大伸展, 然后走出了家门, 这次, 他们没有设置任何障碍来阻止她, 大约半小时后, 金氏夫人和女儿上了车, 开始跟踪道琦, 想知道她去了哪里, 以及在那里做了什么, 他们追踪的一个最令人惊讶的方面, 使道琦似乎移动得非常快, 她似乎在短时间内覆盖了很大的距离, 猫不能走得那么快或跑得那么快, 所以他们知道出了问题, 果然, 他们用跟踪器追踪到了一个距离他们家几英里的公交车站, 当他们的车减速停车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道琦安静地停在路边, 公交车来了, 猫就像任何乘客一样跳上了车, 金氏夫人和女儿感到非常震惊, 原来不仅他们的猫安排了公交车的到达时间, 而且似乎知道车辆会在哪里停, 现在他们知道道琦为何移动如此迅速, 它乘坐公交车, 然而, 原因仍然是个谜, 这对母女很快追上了公交车, 决心找出他们的猫去了哪里, 果然, 这只橙色小猫在扎末撕下了车, 然后沿着一条他们非常熟悉的街道走去, 当他们跟着他时, 他们的心被道琦坐公交车的习惯背后的真正原因所触动, 道琦继续有目的地小跑, 直到来到一栋熟悉的房子前, 这里曾是他和其他人类家人生活了近八年的地方, 直到他们搬到几公里外的布里德港, 母女俩意识到道琦已经回到他们的旧家几个月了, 可能是因为他想念那个地方, 道琦在这里长大, 和他的弟弟拉克斯一起生活, 拉克斯因猫癌在非常年轻时就去世了, 发现这只猫竟然设法通过公交车找回了他的旧家, 令人感到惊讶和震撼, 惊喜并未止步于此, 金氏夫人和女儿看到几个道琦的老朋友 从他们曾经的门廊上跑了出来, 开始一起玩耍和打盹, 这个场景让金氏夫人感动得泪水盈眶, 因为这是他自搬家以来第一次看到他们珍贵的猫咪如此开心, 夜幕降临时, 道琦再次做了他标志性的伸展, 然后走回公交车站, 从那里, 他搭乘公交车返回布里德港, 立刻下车回到家里, 他继续乘坐公交车整整五年, 成为了当地的名人, 艾米在上大学前一直照看他, 之后他的弟弟接替了他的位置, 继续为这只喜欢乘公交车旅行的橙色猫提供私人照顾, 看完以上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 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下个视频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